大家好,我是小煞 关于遍野的僵尸呢,咱们之前做了一期 大部分的植物都是无法击退的 除了烈焰火爵 就有朋友说了,遍野的僵尸其实是飞行僵尸的状态 真的是这样吗?咱们来验证试试 这是一个遍野的僵尸 它不能被巨峰干燃吹退 如果是飞行僵尸,那肯定能被山野草吹走 实际就是山野草吹不走遍野的僵尸 这算不算第一个佐珍呢? 和飞行僵尸还是有区别的 咱们之前知道烈焰火爵呢,能够卷走遍野的僵尸 我们就来看看如果在海盗港湾地形 遍野的僵尸会被淹死吗? 可以清楚地看见,遍野的僵尸呢 是能够在海盗港湾的海面上如你平地一般 直接在海面上行走了 这一点呢,又和飞行僵尸倒是相似了 还有一个特性叫做深坑陷落 之前的时候阿盈草能够把僵尸给拖拽下去 但是面对遍野僵尸是没有反应的 而阿盈豌豆近身后也能陷落僵尸 不过遍野的僵尸直接从上面走过去了 桶里的呢,还有橄榄坑这植物 遍野僵尸也是无视了它 直接从上面走过去了 很好很强大 第三个特性 其实和遍野僵尸之身有关了 当它遍野之后 在巨浪沙滩里呢 能够看见僵尸的脚了 平时都是泡在水里的 这算是贴图穿模吗? 你们认为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以上三个点就是小萨知道的 关于俯空僵尸的一些特性了 如有其他的特性 小萨说漏了的 也烦请各位茶楼不缺哟